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 由天原文化所赞助播出的节目 《福到你家》 我是主持人子荣 今天的节目呢 一样有非常多的内容分享 不过呢 首先先来听到这首音乐 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好听歌曲 叫做《心愿》 在歌曲之后 就来进行今天的第一个阶段 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本 《幸福跟着来》 从小到大经常想着心愿 总是祈求它会如愿 有时煎熬但愿一切成月 凝望着天空无所远 一花言日子几十年 现在才接通了天线 也才发现这些看见 再再的感动万千 渐渐的相近远远 与天上映的奇迹更显 这才知道跟随天 风声来依一片纵线 告诉自己拥抱死远远 不再彭徨不再不再断天 不再断天 这一生还有什么 好埋怨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 中午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的 辅导你家的节目 在每周六的辅导你家的节目当中 我们都会分为了不同的阶段 带着大家一起学习成长 除了书籍导读之外 也会有读者学员们的精彩分享 另外也会有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太阳生的导师 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 每个不同的主题都扣连着大家的生活 事息息相关 或许你我的生活当中也会有一样的问题 一样需要处理到的地方 那到底该如何去做突破去做解决呢 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做学习了 而在我们的节目第一个阶段 都会来为大家分享导读太阳生的导师 出版著作的书籍 不过呢书籍有非常的多 而近期跟大家分享这一本叫做幸福跟着来 是透过了读者提问导师回答的方式来分享 而上周跟大家分享到了四支二十九张 纵容自己的欲望就是堕落 而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持续跟大家分享两个章节 四支三十张和四支三十一张 首先我们先来分享导读到的是 幸福跟着来的第四支三十张 深呼吸 息事能量场 读者提问说 我一口气拜读完导师所写的超级生命密码 超级生活密码以及超级健康密码 书中字字足迹爱不释手 但是每次练习其中心法时 心中总会有许多话想呐喊 不知如此的状况是否正确呢 而太阳圣德导师解答说 非常感谢你对超级生命密码 从书的厚爱 由衷期盼这些书籍 正负能量交换过程中 会巧妙地将其刷洗干净 对于触动的反应 只要多深呼吸 瞬间将能量场稀释 在你做完练习后 身心必定感到超然的自在与轻松 而接下来 提问说 每天朝九晚五 像个机器人 感到生命乏味 有时遇到突如其来的各种挑战 觉得人生好苦 前两天在脸书上 看到超级生命密码粉丝专业 周末花了一个上午的功夫 相读一遍 心情突然全然改观 心中的喜悦 实在难以用笔墨来形容 但是 还是有诸多人生方向问题 想当面起意 不知可否呢 而太阳圣的导师解答说 超级生命密码 自从2010年出版至今 已经让全球无数读者 在最快时间内找到自我 并且在生活中抓到无数奇迹 能持之以恒 真心练习的朋友 人生的戏码越演越好 收获颇风 但也有些人 因为快速改善的 令人难以想象 随后却不知把握 或缺乏真心感恩 在人群浮浮沉沉中 再次失去自我 这两种结果 产生极大的差异 所以人生成绩单 还是操之在即 若你很喜欢脸书上面的内容 鼓励你先将超级生命密码系列从书读完 尽量御用自身在练习心法中所得 提升自我在生命或生活上的进步 并冲破人生中许多的层景 若经由这样的努力 还有许多的不确定 再与我们工作人员联络也不迟 总之 事在人为 成事在天 先将自己可调动的诚意 信心 耐力 恒心及执行力做到位 必可深刻品尝自助 忍住天助的奇妙 用对方法夹 舒适写 恒常心愿呀 我已感到如愿 这奇妙感觉 愿一愿 恒常心愿呀 我已感到如愿 这奇妙感觉 愿一愿 恒常心愿呀 我已感到如愿 这奇妙感觉 愿一愿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为大家一同来分享 导读到的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太阳升的导师 所出版著作的书籍之一 叫做幸福跟着来 今天呢 在节目当中呢 持续跟大家分享的是 两个章节 其实在我们的 超级生命密码的 从数当中都会有所解答 那当然呢 在练习心法的过程当中 如何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有更多的运用 或者是这些巧妙的结合 就欢迎大家呢 也可以多做了解 欢迎大家可以来多多阅读 超级生命密码的系列 从书之外 另外呢 我们在脸书上面 官方网站 也会有很多的课程 还有些些系列的讲座分享 也欢迎大家也可以 一起来做学习了 而除了我们在节目当中 会为大家一同来分享 导读 唐生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书籍之外 另外也会在节目当中 邀请到了就是这一套系统的学员们 因此在节目当中分享了 到底学习的经验和收获是什么 如何透过了这套的系统 若是在生活当中得到了改变呢 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紫荣为大家邀请到了 也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 Irene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Irene你好 主持人你好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Irene 那想请问Irene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 因缘机会之下来认识 然后接触到了我们这一套的 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呢 Irene认识超码 是在一个因缘巧合之下 和一个好多年没有联系的朋友 听了Irene那时候所面临的靠近 就和Irene接人的四本超码重书 有超级生命密码 超级生活密码 千年之音和了益全力 当时Irene还记得 把那四本书 隔制了大约好几个月 直到朋友联系了Irene 问Irene 说你看了哪一本书了 当下的Irene觉得很不好意思 Irene似乎忘了有那四本书 因为自己已经好几十年都没看书了 就因为不好意思这四个字 当天往上 Irene就开始先翻阅了超级生命密码 一本生命之药解开你我千年迷惑 被这些文字深深给吸引了 开始读着的前几什么特别的感觉 直到读到第六章节 秘密中的秘密 就开始追着看 几天之内就把它读完了 才发现原来好多年前自己读了的 秘密这本书 其中有讲解到吸引力法则 但是并没有什么效果的原因是什么了 那时候我超兴奋的 终于明白 为何信力定力是行不通 没开牌的原因了 感恩加入叉码之后 才知道一切都是能量的幻化 能量处于低潮时 而负能量一再提升 就是负能量大于正能量 当时的自己正处于负能量大于正能量的境界 怪不得自己所信你的 就是那些负面的境界 在书籍当中 其实就可以先行有所收获 就知道了 为什么自己在之前求而不得 到底是为什么 就有一个先贤的解答 不过是不是后续也透过了很多的 不管是活动 或者是一些的讲座分享 也让你更加的了解 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 然后进而加入到了超码的学习 第一次参加超码的活动 是2021年11月14日 导师时休止练的课程 那时候刚好是MCO疫情 就在线上上课 第一个主题我参与的大于活动是 圆满爱烙印幸福信号 第一次参与也是第一次体验到 导师引领大家做新法的时候 Irene竟然泪流满面 哭得眼睛红红的那一种 直到孩子看到这种情况也被吓到了 就拿了那个纸巾给我妈 我的眼泪 那时候真的是突然间有一股能量 也不知道怎么 就是一直流泪 一直有流泪的那一种 在做新法时也观想着自己 这么多年以来 对两个女儿和妈妈的亏欠 而产生的负能量 深层的对他们做了忏悔 圆满了与妈妈和孩子们之间 产生不圆满的境 也疗愈了自己的身心灵 遗得课程之后 感觉到自己这么多年以来的重担子 如是重负 撕怀了 心里那时候真的好欢喜好欢喜 全身感觉是飘飘然的 透过了第一次的活动 就会让自己有那么大的一个感触 其实也知道了能量场的一个转换 还有我们心态上面的一个调整 真的可以改变非常的多 那是不是Irene在后续也更加的深入了 认识了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 然后每天做学习 是不是也觉得说 超码的这套系统 可以在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 有很多的改善 那你觉得在学习前后改变 或者是调整最大的面向又有哪一些呢 我非常感恩加入超码后 Irene自己最大的转变就是了解到 什么是最重要的两个生命密码 那就是爱与感恩 所以每个人都知道 爱与感恩这两个简单的就是随口讲 而不是法式内心的感恩或者是爱 所谓的感恩是淼淼感恩身边的人失误 也开始懂得转念营造 以前的Irene自己 什么事都会指向是别人的错 自己永远是对的那一个 而且我值非常大 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的一个人 学习超码后 驱逐了我值 也把这这么多年的习气赶尽杀绝 无形中提升了正能量产 间接了影响家人的磁场 再来小女儿本身是一个特殊孩子 她有患有先天性的心脏有孔 耳朵失聪 所以那时候才知道 相信英国定力确实是存在的 而当时Irene加入超码只有 现在到目前为止是一年半之久 那时候我一直对自己说 要是十多年前可以接触到 这么殊胜的超码系统 而可以认识到亲爱太阳生的导师 也不需要走这么多年的燕望路 所以当接触到导师的正能量歌曲时 其中一首是《我们的路》 有导师的口白吗 每一次听了都非常的感触 有不由自主的流泪 也对自己说 对 超码系统是Irene必走的路 也是一条光明圆满的路 还有啊 就在Irene接触到超码的 那时候是线上的课程 真的很感恩学员们的 有线上的分享 要不是有疫情MCO期间 我看我也没有这个机会 有线上的学习 这样的情况 那时候我还记得听了 经营人所发出的老板 《步步为营》 还有《精英圆满》 《人生经营会》 那时候就听了非常的 而且是追着听 每个星期两次都会追着听的那一首 好像追着八点档的当剧 这样子 可是那时候听着听着 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就直接跟主持人 要了我所要的东西 就是比如说 她有提到感恩四季季的海报 所以就叫主持人 就把这些海报寄送给我家 Irene把收到感恩四季季 和太阳星的海报 贴了两三天之后 奇妙的事发生了 就是女儿可以 小女儿是一个特殊孩子 所以她 要看着Irene的成语 可以很轻松的 说出非常准确的一个字 TOMORAL 就是民间 因为那个英文字 叫POMIC 所以对她来讲是比较辛苦一点点 因为她是有语言障碍 也有学习能力障碍 Irene 教了她区区 这个一个字 TOMORAL 大概也有半年之久 她还是无法拼出来 就是要看着Irene的唇语 才能说得出来 这一个很奇妙的经验之下 她就这样子 突然间 自己说出来TOMORAL 她自己感到非常的兴奋 还有Irene从小就不会教她华语 因为她毕竟是一个特殊孩子 在华语方面的学习 我自己是教补习的 我自己会知道 那个华语的程度的难度 所以我也开始没有开始教她华语 她也没有办法读出任何一个华文字 但感恩字句记贴上之后 她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 她很开心很兴奋的 一直指着那个 只要我教她读 教她念 开始时我对她说你不会的 当她很坚持的之下 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教她PING 怎么知道 她却很快的念了出来 那时候感觉上怎么这么的神奇 这么多年她已经17岁了 我很少很少跟她用华语教谈 就是用英文 所以非常感恩 她如今已经会背了 只是最后一句的感恩 一切有了交代 念的不准而已 其实这样的情况 所以感到非常的奇妙 连续的那个分享会 学院的分享会 我都一一步放过 大概都听了整一年 这样子的情况 到今天为止 有限下了 才会去精英会议这样子 就透过了很多的方式 来做了生活当中的一个调整 没想到 连自己小女儿的一个状况 也是大大的得到了改善 这个其实都是在 学习抄马之前 可能意想不到的一个收获 除了小女儿的 我所获得的礼物之外 大女儿她时常在 一年有三次的考试 她都会肠胃不适 肠胃不适 胃脏气 没有胃口吃东西 而且考试 一天晚上她一定睡不着了 而且我感觉到这个 比我任何事情 都感觉比较痛苦一点 因为一年三次 就这样的情况 好像在折磨我自己 这样子 因为她不能睡 我也跟着不用睡 直到半夜一两点的那一周 而且是痛痛的折骂了她 也不知道好的话也讲了 不好的也讲了 她还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问题造成很大的困扰 很大的困扰 怎么知道自从2021年参与导师的课程后 也做了太阳里面转运法 女儿就在去年高中上的最后一年的课程 她的肠胃不适 竟然不药而育 也可以睡得很好 睡得很甜 也可以吃得很好 这个是我非常感恩 非常感恩的一件事 也不用困扰了我接下来的日子 这个其实也可以让学习 或者是在未来的一个生活当中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善和调整 真的透过了超码 可以让我们自己可以得到了一个提升之外 可以把这样子能量散播给身旁的人 那是不是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超码的相关活动 那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做认识呢 对 最后Aren 朋友 听众 朋友们 可以来到超级生命命法系统做实验 因为生命奇迹 你我他都可以 只是自己要或不要 都掌握自己的手中 也呼吁大家导师即将来临到马来西利亚 亲自为大家说课 就在7月份的701和702 拥有爱精彩总实现的大型活动实修实验的课程 其实大家可以把握难得的机会 把握当下 与敬爱的太阳神的导师见面 在这里也祝福听众朋友们 幸福圆满 喜乐丰盛富足 而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 就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 Aren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心得还有收获 Aren 谢谢你 谢谢大家 再会哦 再次感谢Aren 的一个分享 在不同的一个国家不同的地区 其实超码的学员真的都非常的多 但是都是运用着同一套的系统 透过了超级生命密码 来圆满自己的人生之外 自己也获得了精进还有成长哦 所以就邀请大家 如果有空有机会的话 就可以来多加了解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了 而下时间 我们先来听个歌曲稍微的休息一下咯 来送上这首音乐 是来自太阳神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 德香女人花 在好听的音乐之后 待会下一个阶段 为大家进行的是 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 会邀请到了太阳神的导师 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分享咯 坐下听个音乐 待会继续再回到每周六 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钟的 《福到你家》节目当中咯 大香女人花 幸福从发芽 今生成就长生发 大香女人花 人间人爱呀 举手投足散发的香蓝 大香女人花 大香女人花 母蜀你少认真是非 大香女人秦 大香女人花 大香女人花 花似大笑 终身平安 永康庄 女人迎的耳笑 陈旧今生 把笑尽于长 女人迎的耳笑 温柔情长 女就迷香 的香 浓郁芬芳 犹如正亮方向的太阳 内温柔和圆满 浮足梦想 随花绽放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 富足人生千百问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 进行我们今天的单元 富足人生千百问 在单元当中呢 来跟大家谈谈了如何自我提升 好像我们在工作学习职场各个不同的面向 我们都要想办法努力的上进往前迈进 对不对 但是呢 好像常常不得其门而入 到底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我们自我提升 然后让我们的成就达成之外 也可以让身旁的人感觉到非常的丰富幸福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持续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生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咯 导师好 紫荣你好 几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像是我自己前几天刚好就跟大学的同学们一起在聊天 像是我自己呢是毕业十年左右 我觉得A十年这个数字有点魔幻有点奇妙 因为觉得说好像呢A毕业了十年 感觉应该是要有一点点成就 好像说有嘛也是一点点有 但是好像又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很想要在职场当中呢自我的提升 那很多的朋友们呢也在讨论说 哇在这个职场当中 好像呢该学习的都学习的差不多了 但是就觉得有点职业倦怠 要如何往前迈进 要如何提升 有的时候找不到方法 其实在职场好像每到了可能五年十年 都会有一个勘赞 好像就会有一种卡住 没有办法再向前迈进的感觉 那常请问导师 那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 遇到了这样子一种壮墙棋 无法自我提升 我们该如何去做一些转换的导师 很难得毕业了 给大家先互相叭一下 看现在要混得怎么样 对不对 那结果你们在这个同学会上 同学会上面怎么感觉呢 大家混得还可以吗 我觉得有一些人真的 在这个事业体当中就是往前迈进 那很多人已经挂到什么 经理级的一个title啊 或者是薪水也还不错 那可能也做了蛮多的一些合作案 我就觉得哇好像很厉害 但是好像看自己有一些成就吗 好像也有 但是好像又没有办法像别人一样那么的厉害 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像需要更加努力耶 这有时候就是一个人的机遇与否了 你说同班的同学毕业了十年了 那回来看有些人混得还不错 有些人觉得也在努力中 但是未来究竟怎么样还是未知数 那么这一切啊 也期待也欣喜也紧张 也有的时候想想也有点坎坷不安 对不对 不知道这个未来路怎么走 那么我们在看一个人的命啊 他是早年得聚 有些人呢 他是可能要中年晚年才是他一生的这个胜韵 那有些人是一生啊 都是前途不错 或者一生前途不OK 那每个人的这个故事不一样了 但是在现实的层面 在那一刻中啊把它截取出来 哎大家一比较觉得哎呀 有些人好有些人差 但是我经常在说啊 今生的旅程呢 还是要在代官论定前才知道是谁有收获 谁是失落者 你说一开始就进步 后面有没有人守城 还是后面就因为前面的让自己没有任何的顾忌啊 所以生活就渐渐渐的 精进退去了 那等到我们原先可能有些同学还没有怎么发达的 哎再过下个十年再一看 哇原先第一个十年很发达的人可能不怎么样了 也有可能 这个每个人人生不一样 所以我经常说啊 不管人生的哪一段 都是人生的好时机呢 发奋图强 但是结果论呢 我就有没有想通 想清楚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你如果没有想通 想清楚 就算是这个少年得志 要不说大不幸吗 为什么大不幸呢 因为他就以为事情都那么容易就发达了 但在后面 如果生命的命和运没那么好的时候 他再看看前面那么样的挥霍 哎呀 再也达不到原先的那么样的昌盛的时候 怎么办呢 对不对 所以这些东西呢 我觉得是如人饮水难乱自知 但如果我们可以知道 整齐戏 他演出的这个精华 到底是怎么样可以获得 怎么样能够把持住 怎么样可以让他更加的意气风发 我想这个才是生命里面的重点 而我们超越生命法的学员呢 或者读者 这些年来呢 大家也都在这个议题上啊 有很大的感触 有些人呢 混了一辈子 哎呀 觉得这一辈子 要求那么一点点的发达都没有 觉得非常落寞的时候呢 突然遇到了超越生命码这本书 或者这个系统 哎 一下子 不一会儿的功夫呢 把他这几十年 没达成目标心愿的 一下子都达成了 他觉得哎呀 不可思议 那你说这个是他个人的努力呢 还是个人的际遇呢 还是个人有没有知道 好这一个整个的运作系统是怎么回事 来的重要与否呢 这就是见仁见智了 所以今天子隆提到这个问题啊 我倒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话题 是这样子 真的 因为大家呢都想要好上家好嘛 就哎 好像呢 我们工作可能五年十年 十五年开始有一点点成就 那也想要自我的突破啊 或者是 在跟别人比较之下呢 不要落差太多 甚至呢 更剩别人 那当然呢 这个方法就非常的重要 但是其实我觉得一般的人 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其门而入 像是我自己在工作职场 其实已经也要十年了 其实就回首过去 当然就跟一刚开始 可能刚开始做节目啊 开始在学习这一些的播音技巧 甚至是在工作的处理上面 当然已经是大有成就 但是好像说 未来我的方向在哪里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目标设定 其实有些人好像呢 一时之间也找不到一个方式 那如何设立这个目标 然后我们好好的达成 然后进而突破 其实这个也是 大家可能在职场啊 在生命当中 我们需要去多做设想 要更加了解自己 才有办法达成耶 老师 是 我经常说啊 个人修个人德 也就是个人努力准备啊 个人是不是可以后面 如自己的所愿呢 而获得 这就是一大学问也 那么就像子融咯 已经毕业了十年了 对不对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对对 但是再回来看 其他的学弟学妹 哎呀 每年毕业那么多人 这会儿都有十届了 是不是啊 十届的毕业生 在子融的后面了 是不是 对啊 对啊 所以再想想 这个社会又这么样的现实 那该怎么办呢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 等于说自我做一个检视 就说我们在这职场上 有没有发挥聚集 有没有就是运气啊 机遇啊 或者是上次的赏识啊 在每一次敲门的时候 我们都好好的把握 或者是我们都准备好了 能够应战 我想这个第一个先自己的 等于是盘算盘算 自己的这个筹码 库存量到底是如何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这是个人的努力呢 这是首选必须要有先 那再来呢 就是就像这个 我们去商店里面啊 买一束啊 可以种下土地的 一株玫瑰花好了 在商店里面我们看到 因为漂亮鲜艳夺目呢 所以我们把它买回家 希望把它种下去 但是我们种下去的 那片土地呢 肥不肥沃呢 导致了后面这玫瑰花 长得好不好 也许这玫瑰花 它原来本来就是种很好 又漂亮又茂盛 又大朵的这个种 但是种下去 如果是种在一个贫瘠之地呢 那不管原来好不好呢 最后还是发育不良 但是呢 如果今天我们的这个玫瑰花 不要太差 但种到一片呢 这个肥沃的土地呢 哇 那后面呢 真的是让原先也没预期到 这么样的茂盛呢 这么样的有活力呢 然后这么样的越长越大 越长越让欣赏它的人 发现 哎呀 最初花跟人家不一样 那这呢 就是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 刚好遇到 各种主观客观的因素 都凑在一块了 那你就会看到 在社会上 也很多像这样的人 从毕业到他退休 他一路长红 一路都是发发发 对不对 那你问他 有没有努力 他说那当然了 没有努力 怎么能够有几把刷子 来面对这个红尘呢 对不对 但是反观 有多少人比他更努力 但是一生不得志的 也是大有人在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到底是 真的是因为自己努力 可以决定江山 还是努力之后 还有其他的因素 我想只要你用大数据 去多观察人间 形形色色的人 不同的工作环境范围条件 或者是故事 你就会知道呢 这里面其实他有很多的主观客观因素 练在一块的 那跟每个人呢 自己的生命地图 命与运也是息息相关 以及个人的这个后天的修养啊 人生观啊 或者是求知欲啊 然后给自己一个期许 在阶段性 让自己看到自己的进步 来作为一个结果论啊 告诉自己应该怎么样的定位 我想这也是一项很重要的一个做法 所以缺一不可 那么说来说去 你看这么多东西 哎呀都能够记得的人 哇他命真好 怎么都会记得得 对不对 那有些人说 我也想啊 对啊 我也希望每天有这样的际遇啊 但是就是我也记不得啊 我也没办法想那么多啊 啊什么什么 所以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契机啊 这个契机 它是源于何处呢 这就是耐人寻味了 我想啊 像子蓉说 毕业十年 哎呀我毕业十年 十年为一个目标 一个阶段 那我会不会毕业二十年的时候 三十年的时候会更好呢 对不对 那有些学生 他也会觉得我毕业之后 五年十年十五年 照理讲应该会等比级数的好啊 对不对 但是呢 如果你去查看 人生呢 那就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其实每个人是不一样 不一定的 有些人真的是等比级数的 哇 越来越风发了 那么有些人呢 就是好像没什么变化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数十年如一日 那这就让那个当事人 有时候心情有点郁闷了 觉得为什么 我总是看着我的同学 我的朋友 各个意气风发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结论 在当时自己可能也不太能够接受 但必须要面对现实的 过着每一天 所以这时候呢 就会越来越 想着到底是在哪里 还需要再多加把力啊 能够多看看 是不是有更好的机会 所以这就是 为什么我说是耐人寻味呢 因为这个 你不能说 他一定对一定错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只有看懂的人 他才知道 究竟怎么回事 应该怎么样努力 所以我说这个是耐人寻味的一个话题 是这么来的 哇 这个听起来真的是要非常通盘的 自我了解之后 要把握了非常多的一些企迹 那当然呢 就像导师刚才所举例的 其实努力 每个人可能都很努力 但是为什么有人努力 就可以一帆风顺 然后事业人生 整个都非常的顺利 但是为什么有些人越努力 好像呢 受到了挫折就越大 其实我发现真的蛮多人 都是那一种 就是之前真的很努力过了 可能为了自己的事业 为了自己的家庭 为了人生 就是大力的拼搏 甚至是堵了一把 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不好的 甚至是受了重伤 让自己跌了非常大一跤 之后他就开始不相信这件事情了 就是说啊 努力又没有用 我之前那么努力 还不都是没有成果 然后还什么 扬败俱伤等等的 就是有一些人 可能努力没有成果之后 自己受了伤 也怕失败 所以后面就变成了不想努力的人 那我们要如何去创造 这个天时地利人和 其实对有一些 已经失望过的人来说 这个也是非常难 再度的去尝试的一个点 导师 所以这个有时候就在讲啊 能量 你有没有那个热情 一世再世事不成 再世一下 不是以前我们唱一首歌吗 再世一下 对不对 那讲到比较现实面 就是有些人说 我也想再世一下 但你其实没有那个信心 没有那个热忱 没有那个动力 那就人家不是说 哀莫大于心思 对不对 那怎么样能够调动能量 调动一个这个期许 调动一个热情度 再世再世再世 我想这个跟每个人呢 生活的急胸或福就息息相关了 而在超义生命法系统里面讲的 就是一个能量的调动啊 以及了解世间上的一切的景象 都是能量的幻化 如果把这里面呢 都能够很权宜积聚的各方面呢 都能够掌握得很好 用对力啊 用对方法 用对能量 对一个人呢 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提升呢 那就是我经常在讲的 每天呢 应该是很有趣的 在做什么呢 在做实验题 所以我说 我们讲的这个 每天的生活增进 各方面的洗礼 把它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呢 是要做实验的 是比较务实 而不是空口说白话 对 所以超义生命法的系统 一直在强调 我们是讲科学面的 我们不是讲玄序的东西 而这么稳扎稳打的 看到自己的进步与否 才知道如何的来拿捏定位 或者是再把自己的一个行径 是不是可能的一些调整 来务实的看到 后面的这个起色 这个是比较在科学面来看 是对我们相对来讲 是真实有帮助的 所以超义生命法系统呢 我想有机会的听众朋友们 也不妨来试试看 我想这些东西 在你的实验中来求一个 是不是正确与否 我想这蛮重要的 我们在生活当中 每个人都想要好上更好 但是如何真的找到了 一个好的方式 自我做提升之外 也可以找到一个对的方法 让大家可以真的 找到了一个正确的路途 往前迈进 然后突破重围达成目标 其实真的非常的不简单 所以呢就邀请大家 有机会 有兴趣的话 赶快呢 来透过了超码的系统 让我们自我做提升了 如果呢 在我们设立目标之前 我们到底要如何 做自我的准备 要如何呢 把自己先ready好 在后续呢 才能一帆风顺呢 我们先来听个歌曲 稍微的休息一下咯 来听到这首音乐 是来自太阳声德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 闽南语歌曲 依靠 在好听的音乐之后 先休息一下 待会继续回到了 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 持续邀请到了 太阳声德导师 在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提点咯 好 有只感,有電感,清晰 倆的,真心對倆說話 天地愛,倆受罪 幸好快樂,在這,不願,過催 和我支持,心情 人情情風吹,雖然黑鮑 人情情情風吹,雖然黑鮑 人情情淺憾,戀然黑鮑 我买你真看好上世 幸福一株美食 不免夠蒜 有一天 我會自由過 一個世界這麼美麗 她的愛不是的 我當我更美 別更失聚 如何得到快樂 如何不為錢煩惱 如何與人溝通更順利 如何才能擁有精彩豐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問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富足人生千百問 繼續再回到每周六 中午11點鐘到12點鐘的 福到你家的節目 持續進行我們今天的單元 富足人生千百問 來跟大家談談了 在我們的生活過程當中 不管是在工作啊 事業啊 家庭學業上面 如何用個正確的方式來自我做提升 如何把自己準備好來迎接這個康莊大道 如何鋪好路 其實我們真的要自我做非常多的一個努力 還有準備啊 所以呢 在今天節目當中 持續邀請到的就是 全球超級生命密碼系統精神導師 太陽深的導師來到節目當中 為大家做提點 導師好 持續你好 及所有聽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們今天在節目當中 跟大家談到了嘛 如何自我做提升 其實我自己就是工作了十年以來 其實也看到了蠻多不同 不管是同事啊 朋友 或者是其他人 在談論到了 在職場升遷的一個過程當中 當然每個人都想要更往前一步嘛 不管是我們的职稱啊 我們的權利啊 我們的薪資等等 大家都很想要往上做提升 但是要用對用好方式 其實也不簡單 每個人都想要幫自己鋪一條 順遂的康莊大道 但是要如何鋪路 其實也要有技巧 像是我其實在職場當中 也聽到了很多人 就為了想要幫自己鋪一條 這一條路 有的時候呢 用了比較錯誤的方式 可能會比較傷害人啊 或者是處處的心計 然後好像真的是 踩著大家的同事的血 就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雖然說好像也是 往前邁進 自我提升是沒有錯 不過在這個路途上面 其實也傷害了不少人 那這樣子一個自我提升 是真的對自己的人生 是有幫助 還是有其危害呢 倒是 這個答案啊 照理講應該是 自我提升的時候 不是踩著別人上去 這比較正確嘛 對不對 對啊 但是現在的紅塵 就見人見智咯 有些人他覺得 不踩別人上去 什麼時候上去呢 嗯 所以這個就 每個人的人生觀不同啊 後面造成的結果 將來自己的境遇啊 不一樣 那我想呢 這就是呢 人呢 你到底有還是沒有 你有能力啊 如果又有這樣子的一個 扮演角色在職場上 能夠發揮至極 其實是不需要踩著別人 或者是損著別人自己成功 但是如果自己沒有能力 又要成功呢 有些人就會動點腦子了 對 所以有些人呢 可能就用點小聰明啊 技巧啊 以花接木啊 或者是怎麼樣的情況呢 他覺得反正能夠成功 各種手段怎麼樣 那是其次 但是在目光之下的成功 那就是個人的殊榮咯 所以他沒有在懷疑呢 他認為那也是拼搏 在紅塵中的拼搏 不得不 但卻呢 是不是給自己帶來了 某種可能不好的 隱憂的紀錄呢 或者是怎麼樣一個包袱 你掛在自己的身上呢 或者是怎麼樣的 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未來 會被這件事情而牽纏到呢 這就見仁見智了 為什麼見仁見智呢 因為當我們不了解整個事情的 演變的時候 我們會大言不慘的說 本來就是這樣 你們是不是吃得太飽 天天想的那些有的沒的 這就叫做把握人生啊 在拼的階段中成就嘛 但是如果你看了很多的大數據 有很多人曾經也是這樣子上去了 但是他發現 哎呀怎麼到後來 就好像踩著這個沙灘上的軟軟的沙子 那等到真的有一天 他認為自己已經站穩在這個 界面上的時候 竟然這個沙子是非常鬆軟 讓自己站不住而倒下來了 那自己沒有遇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誰也不會想到這些什麼大道理 那遇過的人 曾經有過這樣子的滄桑的人 他就知道了 這些損人不利己的事情 萬萬不可 只有要自己的這個能力的提升 各方面都在進步中 給自己多一些籌碼來把握 來在自己的職場上 各方面都憑著自己的能力 努力的打拼 而這個打拼是正向的打拼 那自己的成就之後 是高枕無憂 真的是對得起自己對得起別人 而不是對了一些 比較講不出口的事情 害了別人成了自己 將來是不是要還回去 這就令人擔憂 但是能夠看懂的人 現在在這個社會上 可能也漸漸數目少了 為什麼呢 大家認為自己能夠當下得逞 那就是王道 所以不這麼做 不是自己就是傻瓜了嗎 所以很多人就認為 有什麼不對呢 做了再說 但是有時候我在講 這個能量的傳遞 或者是 既遇啊 機緣啊 其實它地球是圓的 你知道 很圓的圓的轉轉轉 你認為 跟你一點觀念都沒有 沒關係的 欸 不是這個人 不是這個事 但是在我們的生活中 生命裡 遇到的東西呢 欸 可能有什麼樣的人與事 是不是真的對我們有影響呢 對 而這個事情 跟我們平常曾經做的 存人不利的事情 有什麼相關聯呢 我們只能說呢 這個中間啊 因緣的千帝啊 演變呢 那麼是一關所一關啊 這個如果地球是圓的 那可能有一天就會轉到我們自己身上來 雖然不是當時那個當事人 但是可能已經中間呢 轉著轉著轉著很多故事衍生呢 這個後面的這個能量 或者是 本來我們就應該要去感受到 原先我們對那個人的手段呢 這會兒就轉到我們自己身上來 那這個就是見仁見智喔 會不會這樣子呢 也許有些人哈哈一笑 覺得我們想多了 對吧 有些人呢 他也許真的嘗過了這個 吃了一個大虧了 所以從此以後再也不敢 踩著別人上去了 但是這些東西呢 所以為什麼講見仁見智就是 大家如人飲水能暖自知 有遇到的時候就知道了 但是我想能夠找到一個真正的光明大道啊 能夠做下去啊 他不會隨著時間的洗禮 而後面改變對或錯 他一直是一路長紅的對 我想這比較重要 所以我相信呢 我們有緣的聽眾朋友們 能夠聽到今天這一集節目啊 知道呢 不斷的累進自己的能力啊 來求得各方面的這種大發啊 我想這個是比較有一個正確的這個 邏輯的盤算 這樣會比較好 嗯 這倒是 用著正確的方式 自我突破和提升啦 不要踩著別人往前進 因為你不知道 這個輪迴或者是這個因果 到底什麼時候會討報到自己身上 所以其實呢 用著正確的方式 自我做提升就非常的重要 像是呢 在我們節目當中 和導師的提點當中 也常常跟大家分享到了 超馬的系統 就是用一個好的方式 來做正面的循環喔 我們可以一起的努力 說不定呢 除了自己提升之外 也可以帶著身旁的家人 朋友或者是戰友 一起往前邁進 有著大家的眾人之力 一起往前進 不是一件更令人開心的事情嗎 所以其實導師也在節目當中 常常常的跟大家分享到了 大家也可以自我來做實驗 所以導師也邀請大家 一起透過了超馬 用著好的方式來往前提升 而不是踩著別人往上爬對不對 是 所以 如果我們知道啊 這個世界本來就是豐盛的 本來就是 有很多的機會 很多的資源 很多的我們想要的東西 其實就在我們身旁 只是我們要用對方法 當我們用對方法的時候 你會知道說 哇這世界多美好 但是如果方法用不對呢 你就會一步錯步步錯 後面呢 自我就逼到死胡同的時候 那有些人的壓力啊 呼吸都困難的時候 這個就不是一般人可以想像的到 怎麼會把自己逼到那個程度呢 那平常的這個行處坐卧 好跟每一個人的互動啊 交流啊 或者是怎麼樣的意見的交換 其實你說它是學問嗎 可能一些基本的應對進退需要有 你說它是藝術嗎 那還真是藝術啊 看你怎麼樣的去把握拿捏 或者是把自己編著一個很成功的巨碼 能夠讓世人或者是家人朋友 對你都是嘖嘖稱奇啊 對你都是非常讚譽有加 好 那我想要怎麼樣扮演自己的角色 會是正確是好的 是讓自己越來越往上提升的 嗯 這個呢 就要有一個很正確的系統 那麼如果聽眾朋友們不嫌棄呢 可以來試試超級生命碼的系統呢 在這十多年來已經有無數的人 試著用這樣系統的一個實驗呢 發現果然呢 是四兩波千斤呢 過去有多少的歲月的期待沒有完成的 竟然就在超級生命碼系統的實驗當中呢 一一都成了 不但是自己 不但是家人 或者是怎麼樣的一些記憶 都發現了 這個實在是 在科學的見面上 看到諸多 令人嘖嘖稱奇啊 這個 好像 蠻玄的事情 但是又是如此的科學化 實在是 不盡一事不長一智 如果能夠遇到 也能夠實驗到 我想這就是每個人的福氣了 嗯 所以呢 非常的歡迎大家 如果也想要自我做提升 但是找不到方法 或者是想要用一個好的方式 來做往前邁進的可能性的話 也歡迎大家呢 可以上網搜尋 超級生命密碼系統 可以看到我們的官方網站 還有臉書粉絲團 另外在手機當中 也有超級生命密碼的 夢想舞台手機APP 在當中也有非常多的一些訊息 可以讓大家運用在生活當中 那當然呢 更加方便 或者是更加實際的方式 就可以參加我們的實體活動 在我們全世界各地 都會有超級生命密碼的 圓滿人生精英會 在這個精英會的課程 分享講座當中 我們會一同來導讀到的 就是太陽聖德導師 所出版著作的書籍 會有學員們 彼此分享導讀的時間 那因為在全世界各地 都有開設這個精英會的課程 那因為在時間地點都大不相同 也歡迎大家可以透過了官方網站 或者是手機APP LINE詢問客服人員 就可以找到了我們自己 最適合參加的精英會的時間地點 也或者是大家 想要知道更多精英會的詳情 或者是想要更加了解超級生命密碼 或者是購買書籍啊 不知道從哪裡購買等等 有任何的問題 都歡迎大家 可以在一般的上班時間 拨打電話來到台北來詢問咯 我們的台北電話是 02-5599-5439 台北的電話是 02-5599-5439 就邀請大家透過了各種不同的方式 一起來做自我的提升 用對方式 除了幫助自己之外 說不定也可以幫助到身旁的其他人 我們往一個好的方向 一起來做邁進了 所以呢 在今天的富足人生千百問的單元 再次的感恩太陽生的導師 在節目當中為大家做提點 感恩導師 謝謝紫容 謝謝大家 再次感恩太陽生的導師 在節目當中為大家所做的提點 在每週的節目當中呢 都會有不同的主題內容分享 也邀請大家呢 可以一起來做了解 除此之外 我們除了廣播 也會在Podcast播客當中來分享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Podcast當中 搜尋福到你家的節目 就可以聽到我們先前所有的內容 包含了像是書籍的導讀 學院讀者的分享 或者是太陽生的導師 為大家所做的提點內容 所以也歡迎大家運用著聲音的方式 一起來做學習 一起來做成長 而在今天的福到你家的節目 最後一首好聽的音樂作品 帶給大家呢 一首比較動感的歌曲 同樣也是來自太陽生的導師 所作詞作曲的 《愛的節奏》 在音樂之後呢 也要先跟大家說聲再會囉 我們在下週六中午11點鐘到12點鐘 F104.1正升台北調平台的頻道 我們空中再會囉 拜拜 來 現在或以後 太豪高 一首歌 一首歌 因为可够 多爱也太多 这重要的节奏 合适的爱错 最少你淡泡 是爱的节奏 感到爱通透 现在或以后 这爱的节奏 什么甜蜜就饮着节奏 重点赞予看不看得懂 有没有把我唱马不走 随时各有 渺渺相守 用爱的节奏 不分就够 天涯海角总让你人也遨游 甜甜也有 拼为格斗 多爱也太多 生活甜蜜就饮着节奏 重点赞予看不看得懂 有没有把我唱马不走 随时各有 渺渺相守 有爱的节奏 不分就够 天涯海角总让你人也遨游 甜甜也有 拼为格斗 多爱也太多 多爱也太多 能唱着爱的节奏 甜甜幸福 足够 清醒修 圆满成就 好失点便很 唱着爱的节奏 渺渺相守 多爱也太多 多爱也太多 清醒修 甜甜甜 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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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感谢 kick 软 点儿 点儿 添 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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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儿